下個週末屏東大鵬灣賽車場將迎接台灣賽車史上首次的國際賽 也就是亞洲摩托車錦標賽 預計包含台灣在內有8國將近70位的車手參賽 精彩可奇 台灣摩托車迷現在不用出國看MOTO GP 在國內就可以看到頂級的賽事 因為在大鵬灣賽車場和中華賽車協會的努力下 台灣終於要迎來第一次國際賽事 2012亞洲摩托車錦標賽 本季第五戰的賽事將在10月13 14號兩天 在屏東大鵬灣進行 它是一個目前在亞洲最多國家最多選手參與的比賽 而且它的比賽裡頭250cc跟600cc是世界的潮流 那這個比賽可以讓我們未來國內的摩托車運動 有一個很好依循的標準 這次的比賽包含我國選手在內 將有8個國家70位選手 攪逐3個組別的分戰冠軍 其中Super600cc方面 我國車手林家豪已經有5年的國際經驗 也有進入決賽圈的實力 目前正全力備戰 它結合了很多一些複合式的彎道 變相中速方面的彎道 然後對於摩托車的這個駕駛技術來講 會相當的有一些技巧性 另一位車手林稻齊 雖然還沒有實地練習過 但他充滿了鬥志 希望在國內車迷的面前 跑出自己的實力 它是可能也是第一次來跳的馬天賽道 所以我們基本上也是在考驗說 我們的基本功夫到底夠不夠 新到一個場地能不能再短短的 幾十分鐘之內適應它 並且找出它最好的選擇速度 還有車子的設定 2012亞洲摩托車錦標賽 共有6站的賽事 台灣首度成為舉辦地 車手也齊聲邀請車迷們 一起到屏東 來欣賞這場國際級的標識快感 台灣選手加油 由DNTV五加油減光 台北報道